不健康 连汤文米波斯在70年代 他都大声几乎 尝到农业要恢复 从前用人工的农耕 那是最健康的 他反对这些机械化 更反对用农药化肥 改造基因 这是他绝对不算真的 这有道理 那师父就我知道的 现在就是在动物短短的一生当中 由于运输过冷过热 还捕出他的过程 还屠宰他的过程 一系列的种种折磨 然后不光是这些 还要给动物 现在全球给动物施加的那种 荷尔蒙 抗生素 还有激素之类的这些药物 达2700种 那我曾经认识一个 鸡舍的一个老板 他跟我说 以前的鸡活 鸡活的寿命是7年 然后现在是45天 那就是说 从他出生那天 到他45天出来 就端上人们的餐桌 那他要给他打 又给他吃药要16种 那么其实给这些动物 施加这么多的这些药物 无形当中使动物的身体 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 没错 那么有一个专家说 他是行业的专业 禽类的专家 他就说 现在我们吃的鸡 不应该叫鸡 改名 应该改名为药剂 那 实在叫药还不行 药还不行 加一个毒剂 毒剂 他是毒药啊 毒药 对呀 人吃了要是怎么可能健康呢 那吃了药命点 那师傅 专家说的 说每个动物身上都有尸毒 尸毒就是动物死去以后 那个尸体慢慢的腐烂 就是产生尸毒 那时间越久呢 这个尸毒呢 那个毒性越大 对 那么其实人们多多少少都吃了这些东西 对 而且就是给动物这施加药 已经不是一个 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对 那么您看现在就是人们都知道这种现象 那么他们还在吃 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师傅 这是迷惑 迷惑 而且是什么 贪心 贪心 在做谁 贪就是毒 你看佛经上讲 贪嗔痴 这叫三毒 这是什么 余生俱来的 带来的 你心就是不好 心里就有毒 所以佛教给我们 勤修皆定慧 熄灭 贪嗔痴 大小伙子 现在就有迷惑 优优独播放